欢迎来到新闻频道,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,王一博出席活动,外表帅气行为可爱。 微博之夜名场面,王一博变了。 出席微博之夜的明星,果然是争其斗艳,不愧是爱整活的微博。 一场活动,让他扮出了过节的氛围。 谁才是大咖,谁才是实力,谁才是话题,谁才是热度,谁才是流量,一目了然。 85花同台斗艳少不了,仙剑齐聚更不缺,热门CP同框更是名场面,前仇就爱给镜头。 就是没有内宇顶刘肖战王一博的同框,更没有FBOYS的合体,好多人意难评。 不过没有关系,我们还是看到了百忙之中赶到现场的王一博,一身黑色长款西装。 高领黑色打底,季范希佳最新出品,把王一博的好身材凸显了出来。 可要知道一点,这次王一博能够出现,实属不易,当天早上7点出公拍戏。 红毯秀都开始了,他人还在剧组呢?没成想的是,微博之夜红毯因粉丝过度聚集,被取消了。 再加上,王一博这次出场不同于其他的明星,都有准备多套服饰。 这次王一博只有那场一套,并且这身形头也是低调中带着奢华。 那就是王一博凶针,依旧是抗打底存在,Snell的真品珠宝猩猩系列出场。 这世纪奇了太阳、月亮、猩猩主题,果然是品牌大使,宠爱是不可避免的。 一身黑色外套,整个人的气质凸显得高冷清烈,王一博不笑。 始终带着裤盖的那份距离感,可是他若是稍微有点面部表情,整个人的气质就变了。 这次王一博出现活动,明显从气质到行为,都变化挺大,同大鹏坐在一起。 有说有笑,上台领奖时,却不知所措,整个人乖到散发出可爱的样子。 这是颁给王一博的视电影人的奖项,王一博准备上台,慢吞吞等着大鹏,本想谦让着。 结果还是被声拉硬拽的推上了C位,自己更是一脸茫然,抿着嘴,整个人看起来很拘谨。 看得我们都有点想说,王一博怎么跟个小朋友一样了,看起来如同儿子上台领奖。 有点小害怕的模样,昔日的裤盖,那份裤那么拽呢,说好的落落大方呢? 去了哪里? 这也许就是最为真实的王一博吧,慢热,不熟悉的环境下。 他是很拘谨的,这个模样,谁会忍心为难他? 王一博这份可爱,让人看了都想笑,不知道为何,裤盖的裤眉了,多了一份少年感的可爱。 也许这才是他最真实的模样,慢热的性格,不熟悉的场合。 有点设恐的感觉,自然流露出来的可爱,他足够真实。 别说网友调侃了,裤盖丢了,可爱勃勃来了,看起来王一博真的长大了,如今低调了。